同学们好 接着我们来看本节的第四个考点 控制测试的范围 这个考点我们不是很陌生 我们在控制测试当中 一般来讲 不会说每一个控制活动 我都测试一遍 实际上很多的时候是用到 类似于我们教材第四章第二节 所讲到的审计抽样 审计抽样的问题 运用在控制测试当中 解决的就是范围 我们把被测试的这个 控制活动的 它的总体用大N表示 控制测试的范围 它的就是它的样本 用小N表示 小N如果说等于五十五 这是我们在教材的第四章第二节 教材的有举例 那我们说这个N到底等于多少呢 我们有要分人工和自动化 人工自动化 这个大家不陌生 人工呢 人工控制呢 我们有一个 其实人工控制有的时候 是采用的非统计抽样的啊 人工控制非统计抽样下 我们有一个样本规模的区间 样本规模的区间最少多少个 当然还可以多少个 这个就是决定范围的问题了 好 比如说 我每个月 每天N N次 每天N次 那我呢 人工控制非统计抽样当中 我最少N等于25 那么我可以多一点60 我们教材当中有一个表 就是给我们参考的 好 那么第二个问题 自动化控制要不要 它的范围怎么来确定 实际上 它的范围很 很有意思 好 我们给大家展开 第一个就是人工控制的最小样本规模 有最小就要多一点 在这个人工控制当中啊 我们说 比如说我采用检查和重新执行程序 我最小的样本规模呢 有一个区间 这个区间呢 就根据它的频率来 比如说每天 每个月一次 每个月一次 比如说每月月末最后一天 主管会计 指派 委派 应酬账管会计 去盘点 出纳员的 经手的库存现金 对照出纳员 负责的现金日记账 然后呢 账时核对 这个叫 每月盘点 库存现金 举个例子啊 它每个月一次 那你作为注册会计师 你要测试这个控制呢 你一年可以测试 两到五次 两到五个月的 你可以是三个月 好 这是大家可以 有一点印象 两到五个月 好 接着呢 就是如果每天都有 啊 每天都有 那么它的 总数就大于250次 它的样本 最低呢 就是25到60个 最低25 最高60个 这个内容呢 它也有一个 假设的 它假设什么呢 假设预期偏差 率是零 啊 如果偏差率不是零 那么这个样本规模 你要适当扩大 在这个问题当中呢 考试的时候 你有印象就够了 比如说 两到五次啊 25 每天N次的 有25个样本啊 这个你就有印象 啊 这是我们一个 参考的经验值 那么对于 自动化应用控制的测试呢 呃 其实我们在 教材的第八章 第三节 基于教材的 第七章 第四节 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在 教材的第七章 第四节了解 内部控制 有人工 有自动化 自动化的控制 我怎么去了解呢 我是穿行测试 穿行测试的 我测试一个样本 我对于 一贯运行的 自动化控制 我在穿行测试 去了解它的同时 我回答了 这个控制有没有效 正在执行 由于 自动化应用控制 它会一贯运行 所以我穿行测试 去了解它的同时 我就知道它一贯在运行 因此只要没有变动 所以它不需要增加测试的范围 好 这个内容在第七章第四节 第八章第三节已经讲过 在这里面只不过是一个呼应 对 那我们讲到了控制测试的 性质时间范围 实际上就是控制测试的程序的意思 它的三个维度 那么这个程序的实施 实际上就要获取证据 获取什么证据呢 最终要回答有没有缺陷 但是有没有缺陷呢 在有没有缺陷之前 我们还要知道这个缺陷是对目标来讲的 如果说这个控制活动没有发挥效果 那么另一个加上去补救了 那么最终没有缺陷 大家能听懂吗 对 所以我们说这个缺陷 控制缺陷和另外一个概念 有一点像但不一样 它叫什么呢 就是第五个考点 控制偏差 言外之意呢 控制偏差不等于控制缺陷 对 所以第五个考点 对我们二十章来讲 那就是一个有地方特色的 对吧 控制偏差 当然呢 我们在第七 第四章第二节 我们也讲过 我们在控制测试当中 采用审计抽样技术 抽样技术 我当然要设计样本 选取样本 审查样本 对吧 假定说 我的样本是多少个呢 55个 那我这是样本 选取样本 检查样本 结果发现呢 结果发现 这55个样本当中呢 零个偏差 就是说 我选取了这个样本 我就测试它 我就检查 我就重新执行 发现它正在 正在运行 跟我们设计的 运行的是一致的 零个偏差 好 有可能呢 55个样本当中 这是我们教材 教材第四章第二节 我把这个偏差 给大家温顾一下 教材的第四章第二节 在控制测试当中 采用审计抽样 多少个样本呢 55 55个 55个发现了两个偏差 对不对 是的 那么 在统计抽样当中 你不能说 我发现了两个偏差 我发现了一个偏差 我发现了一个偏差 我就是说 这个控制有效或无效 不是的 我们有一个 根据样本的结果 推断总体 所以 这个偏差呢 我们在第四章第二节 讲过 教材里有 然后我们在教材当中 举例是这样举的 因为我们是采用统计抽样 偏差对应的 风险系数 偏差的个数 对应风险系数呢 是有的 在零偏差的时候 它是2.3 在两个偏差的时候 它是5.3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就推断 总体的偏差率 好 把2.3除以55 等于4.18% 小于可容忍偏差率 还一个可容忍偏差率 对 好 那么这个 我以样本的偏差 各数对应的系数 推导出来 总体偏差率 上限 4.18% 低于7% 我们得出控制运行有效 其实 这个是我们在 财报神迹当中 讲到的啊 然后呢 如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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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的有取利 我的偏差个数是两个 它对应的风险系数是5.3 这个教材都给了我们资料了啊 我们就把5.3除以不数 我们等于多少呢 9.60% 大于7% 7%就是可容忍偏差率 然后我以样本的偏差 各数对应的系数 除以样本 得到总体偏差率的上限 大于可容忍 我们说 控制运行无效 所以我们在教材的第四章第二节 通过偏差个数 推导控制运行是否有效 我们在 第20章不是说 控制运行有没有效的问题 我们是说 有没有缺陷 有没有缺陷 有没有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我们就是干这个的 对 我们 因为我们在第四章呢 它是讲财报神迹的 那么20章呢 它不是讲 控制运行有没有效 我可不可以信赖它 不是 它就是说 我要去找偏差 找缺陷 通过偏差 找缺陷 通过发烧了 去找感染病毒了没有 就有这个意思了 所以我们在 这个考点当中 大家要注意 第一 我们把 第五个考点 控制偏差的知识点 和教材第四章第二节 在财务报表室内当中 了解内控 预计有效 控制知识 根据 样本的结果 推断总体 得出来 控制运行有效 控制运行无效 它是为了 后面 怎么做 实质性程序的 yes 可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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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二十章第四节 不是说 哎呀 控制运行有效 我就少做实质性程序 控制运行无效 我就多做实质性程序 不是的 它是要立行的 对不对 它要 哪里有 风险高 我就往哪里奔 对吧 它是这个的 二十章是蛮有意思的吧 对 好 那我们呢 注意这里有 一个要区分 第四章第二节 第二个要区分 控制运行不等于控制缺陷 好 我们从四个方面展开 当然 这个图我们也很熟悉啊 什么叫运行呢 就是你内部公司的设计和执行 结果搞半年 哎 你没有 合理保证你的目标 好 你每天都在跳 啊 本草高末 对吧 本草高末 有的同学说 我就是牛根红的男孩 女孩 是吧 但是呢 你却没有减一两 还长重了两斤 啊 开玩笑 好 对 好 控制呢 我们说要去了解 哪里有高风险 我去测试 测试呢 我去找缺陷 找缺陷呢 呃 有缺陷的地方 就可能导致我的目标 没有实现 对 当然我 我最终 二十章呢 是最终导致我的财务报告 哎 我的财务报告 不真实 不完整 就是错报的 那这个缺陷呢 对我注册关系 其实来讲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我就是对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 重大缺陷 形成定论 发表一件处理报告 对 有没有 有 有一个或一个以上 啊 一个或一个以上 那么就是 无效 零个 啊 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 零个 重大缺陷 那就是有效 就是这个 好 我们说 发现了控制偏差时 我要考虑什么呢 对吧 考虑 我所测试的 控制相关的 风险的评估 如果说我 风险评估的时候 我测试的风险评估 我说 我说 它是什么 低 啊 我 那么实际上 我在这个低的风险当中 或者中等的风险当中 我就测试 发现有偏差 哎 你是不是要 修正你的评估啊 对 好 我需要获取的 审计证据 还有我得出运行有没有效 对吧 当然我再说一遍 内部控制的偏差 和运行有没有效 都是看你的目标 某一项控制 你对这个目标 五个目标的某一个 或同时有两个 带来了什么样的 一个打击和伤害 对吧 是不是导致 他们没有实现 这个都是偏差 但是 我们说了啊 这五个目标当中 第一个 第四个 第五个是非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的 我们行程结论 发表意见的是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 这又有不同 我们说有偏差 我要考虑偏差的性质 当然 注册管理是在评价 偏差的性质 就像我们说 周杰伦 他跳奔差钢幕 奔差钢幕是他唱的歌 结果呢 他跳了半天 也没减肥 这是一个偏差吗 好 我要运用职业判断 刚才讲了 他其实也跳得不错 但是喝了奶茶比较多 好 那么我们说 要职业判断 并受到控制的性质 和发现偏差的数量的影响 这个性质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偏差是偶然的呢 还是系统性的 如果是系统性的偏差呢 它就会反复出现 如果是偶然的呢 不小心呢 这个就是一个错误 不是系统性 对吧 好 系统性 大家要知道 或者是人为 人为有意造成的偏差 这也是性质 所以偏差的性质 我们担心是系统性的 或者是人为有意造成的 好 住的管理是应当考虑 有没有舞弊的可能迹象 以及对我审计方案的影响 有舞弊的可能性 迹象就说明 这个控制呢 设计是有效的 也是在执行的 可是呢 被 大家看 被什么呢 被员工串通 被董监高 凌驾 那这个呢 就给了舞弊的机会 被临驾 被破防 被规避 控制被规避了 是不是 是的 那在我们 这个防疫抗疫的实践中啊 在网上就流传很多的图片啊 比如说这个苏州 苏州 长州 他离上海比较近嘛 就是江苏 苏州 他们呢 就有一天我就看到 为了防止啊 真的在上海 检测没问题的人 实际上 他到了苏州啊 他就发现是阳性 那苏州怎么来对付这个问题呢 他们就设计了内部控制 设计什么内部控制呢 他有好多个措施 比如说 从上海虹桥到苏州的 火车票 他苏州人全部买了 就是说你上海人 就买没票 这是一个控制 对吧 这都是生活的智慧了 第二 在苏州的那个公路上 高速公路上 然后呢 就多少米就有一个人 看有没有从某市过来的 你看都在设理控制 但是实际上 还是有人从上海 离开上海了 来到了苏州 所以我们 有没有偏差呢 有 那这个偏差是什么呢 是我不小心呢 还是有益的呢 有益的 当然呢 在香港疫情爆发的时候 也有这个老百姓呢 的智慧 他们叫什么呢 从香港 偷渡到 到珠海 或者偷渡到 这个 江门 对吧 或者是到了 偷渡过来了 到深圳 从香港偷渡到深圳 所以这个是不是偏差呢 你这个 就是说 反正他已经 他已经离开香港 到了深圳 你中间没发现 所以我们第二步 就是考虑 偏差是否构成缺陷 好 这个问题很关键 那么 在评价 内部控制中 发现的某项偏差 是不是缺陷呢 我要考虑 首先这个偏差 是注册会计 是发现的呢 还是 贝斯尼单位 他的系统 自动就发现了 对不对 我们在电影里面 比如说 007的电影里面 是看了比较多的 对不对 比如说 要过这道门 有红外线 你要过去的话 红外线就发现了你 他有 他首先这个门 你有密码 第二个 你进去了以后 有红外线 第三 你要走过一个 一个水池 你下面是什么呢 下面是鳄鱼 知道吗 你这个 如果你这个人 还走过去了 那除非是 Jancebone Mist Jancebone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这个偏差 是如何发现的呢 你第一关都没通过 好 你的门打开了 结果 红外线 把你扫到了 或者你门打开了 你红外线扫到了 你再走过 那一个独木桥 而你掉下去 鳄鱼把你抓到了 你成为鳄鱼嘴 你的肉了 所以你看 他这个就不是偏差 因为他有几个关口 第一关没控制你 第二 第二没控制你 第三 那么这个 你觉得他控制 有没有偏差呢 那就真不一定 是有偏差 他最终防止发现 变纠正了 是这个意思 该偏差是如何 被发现的 教材力开始了 举例 比如说某一个偏差 是被另外一项控制发现的 比如说这个 你要去到一个目的地区 偷一个古蓝金 对不对 你要偷 然后呢 第一关 他这个门呢 是有密码的 这个密码被你破译了 这个指纹被你破译了 你进去了 第二关 红外线 你可能把你扫到了 他一个控制 他有几个环节的控制 是他自动的系统发现的 他有预防 预防没有预防 他有检查 那这个偏差就不认为是 缺陷 对不对 是的 还有 这个偏差是 与某一特定的地点流程 和系统相关 还是具有广泛性 如果说 这个偏差是一个例外 那就不见得是缺陷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是 这个偏差是广泛性的 那可能是一个缺陷 第三呢 请注意 如果被省力单位 内部政策 他出现偏差的严重程度 比如说 某项控制执行上 晚于 被省力单位 政策要求的时间 但 仍在财务外卖之前 得以执行 还是 这个控制根本没执行 还有控制的频率 偏差发生的频率 高低 如果说 你控制运行频率相比 哎呀 我们总是说 有 这个有 五千次 有一次 你中了 他的 他的发生 只有五千 五千次的频率 里面有一次 这个也是正常的 你不能说 是绝对保证的 他就说 你频率越高 但是你的偏差 个数很少 那么我认为 这个呢 哎 就是不见得是一个缺陷 因为控制啊 还是 不可能百分之百 保证的 他是这个意思 如果发现的偏差 作为内部控制本身 来讲 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第一个 应该知道 我们内部控制 是人设计的 无论是人工 还是自动化 我们说是百分之百 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不能提供 绝对保证 但是如果发现的偏差 对注册科技师来讲 第一个 查原因 第二个 是看是不是系统的 或者是什么 广泛的 第三个 我能怎么做呢 我再抽25个样本 如果我再抽25个样本 没有 我们就认为 他不是缺陷 如果我抽了 又有 他是系统的 他是广泛的 那这个制度 就是这个偏差 就表明有缺陷 所以这就是我们发现 偏差的时候 作为注册科技师来讲 你怎么应对 好 他也举例了 是不是每天多次的 那么他的N呢 就是大于250 前面讲了 然后呢 我的小N呢 就25个 假定我25个样本 选出来 发现一个偏差 那我呢 我再选25个 发现是0偏差 那么我们就认为呢 我们就认为 这个 你开始发现的 这一个偏差 不是缺陷 如果扩大 没有 我就说控制有效 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控制偏差 这四个字啊 我们告诉自己 这是教材20章第四节的 我每学一节 我就告诉自己 第一节是内部控制审计的概念 第二个呢 是计划 第三节呢 至上而下的方法 去找 哪里是高风险的 控制的高风险 对吧 然后我就把它选出来 你测试 这是第三节 第四节呢 我去测试 测试什么呀 高风险的 那里面就找缺陷 对 那我怎么进行控制测试呢 我有限制时间范围呀 然后我就 做测试的时候 找到了什么 控制的偏差 那我往 前再进一步 控制偏差 是不是缺陷呢 这是我们最关注的 对 好 同时看这个题目的背景 他说在内部控制审计中 他加了一个环境 就是20章的意思 他没有说整合审计 如果是整合审计 那就是20章 还要加前19章 那我的天哪 那是很复杂的 对不对 好 他说内部控制审计中 下列有关控制偏差的说法 正确的有 正确的有 我们说控制偏差 有系统性 还是偶然的呢 对吧 好 我们来看 选项A 如果发现的控制偏差 是系统性的 我是不是就扩大 我们只要发现有偏差 我们就分析它的性质 性质就看它是不是系统性的 是不是广泛的 还要看 如果是系统性的 广泛的 那就可能有5B的迹象 不是简单的扩大 不是应当扩大 这个是肯定是错的 对不对 是的 好 选项B 如果发现有控制偏差 我应当对偏差 对所测试的风险评估的影响 对 我原来评估控制风险低 但是我现在测试 发现有偏差 我就要质疑 我原来说控制风险低 看来不是那么低 要不要修改 是这个意思 好 选项C 如果发现的控制偏差 是人为有益 那么我应当考虑 人为有益 那就是故意的 有没有5B的动机和压力 有没有5B的可能迹象 这是对的 如果发现的偏差 是系统性的 我应当考虑 对审计方案的影响 实际上 如果控制的偏差 是系统的 或者是人为的 我们第一个 要考虑对5B的 有没有5B的迹象 第二个 考虑审计方案的影响 我们C和D 其实是在讨论 偏差的性质 如果发现控制的偏差 是系统性的偏差 或人为故意的 我就要想 世界上没有 无缘无故的恨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那么这个故意的背后 系统性的背后 第一个 内部控制制度 还有用吗 是不是被串通 凌驾了呢 这个 对审计方案 有什么影响 是不是被规避了 老师刚才在这里讲的 他就是把这个问题 来作为了选项 C和D 你看到吗 把这句话拆开 是的 所以除了A以外 B C D 都是对的 好 我们又回来 正面打开 这个解析 如果发现控制的偏差 是系统性偏差 它是会复制粘贴的 是病毒式的 或人为故意 人为有意造成的 第一个 我应该考虑 舞弊的可能迹象 然后对审计方案的影响 什么影响 第一个 我要质疑 我原来评估的 控制的风险 第一 第二 我要获取证据 我要得出 控制运营是否有效 接着来看 本节的第六个考点 最后一个考点 控制变更时的 特殊考虑 这个变更是一个中性词 它变更有两种变更 我们在前面讲的 第一种 它主动去变更 适应这个控制的环境和目标 为了实现目标 控制环境变了 为了适应 第二个是被要求 因为它控制有缺陷 要整改 这是大家注意 变更 变更前 在基准日变前变更 我可能 为我们 在基准日前 被整体单位 可能为提供 提高 提供效率 效果 弥补 控制缺陷 需要变更 它这个就是什么呢 你要整改 你有缺陷吗 好 那你变更了以后呢 就有这个制度 要么就是换了 要么就升级了 或者升级优化 那之前的控制呢 被替代了 好 那么这个系统的升级也好 变更也好 有的是实现环境 并不是之前的有什么错 它之前的也没错 现在环境变了 对不对 是的 而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以来 有的做商贸的 它开始真的是做线下门店 这种经营模式 后面收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它真的走上了线上 或者是线上和线下结合 你难道说它有错吗 没错 环境变了 它的控制要适应 然后呢 相当于它的控制变化了 是为了实现目标 它得适应环境去变 这种变化是无可厚非的 那么在变之前的 它也是适应的 变之后它也是适应的 也就是说 它有变更就有被取代 好 那被取代的控制呢 在20章 它有一个跟前19章不一样的 前19章财报审计当中 它要求控制你是怎么设计的 那你是不是运行有效 如果我了解内部控制有效 那我就测试它有不有效 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变了 就分别测试 但是在20章不需要分别 它只要新的控制 运行足够长的时间 我无需再测试被取代的 但是财务报表不是的 所以这个问题是一定是一个考点 因为我财务报表 要升级的是历史财务信息 历史财务信息 它的信息呢 有累积性 它的金额是累积出来的 所以呢 如果我我本身在8月1号 我这个系统升级了 或者是我这个控制活动呢 为了适应环境 为了实现我的目标 适应环境 我要变 那我们在12月31号 在财报审计当中 你在变更前后都要测试 但是在内部控制审计当中 我不是审计的报表 我不是审计 这个历史财务信息 等于说这个控制在8月1号之前的 从8月1号开始 它升级了 它优化了 那么优化以后到基准日 它已经运行足够长的时间了 我8月1号之前的 被取代的控制不用测试 但是在财务报表审计当中 是叫 如果我预期它有效 是分别测试 对 这一定是一个考点 它也不难 只要你听懂 它不难 对 好 那么第四节是基于第三节 注意啊 第三节是干嘛 第三节是 自上而下的方法 干嘛 去了解 这个导致控制风险的可能的来源 包括穿行测试去了解 了解了以后 去选取 选择理测试的控制 自上而下的方法 选取理测试的控制干嘛 测试啊 好 测试 测试哪些呢 企业层面 业务层面 信息系统 对 那你测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测试是一个程序 测试是一个程序 既然是程序 它就有什么 性质 对吧 在控制测试的性质 就是询问 观察 检查和重新执行 然后呢 时间安排 好 那么在这里的知识点就比较多了 然后 控制测试是一个程序啊 控制测试是一个审计程序 这个没错 既然是一个审计程序 就有性质时间 安排和范围 范围里面要分人工 非自动化 不一样 那也就是说 第二十章第四节 它是基于你第二十章第三节 自上而下的方法 你最终解决哪些方向以后 我就去测试 我就 例行 哪里 控制风险高 我就往哪里奔 奔向那个地方 去找缺陷 对不对 好 其实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图 二十章银 那自上而下的方法 以及控制测试的程序 我要运用在哪里 你要强迫自己听懂 企业层面 业务层面 还有来信息系统 控制的测试 所以我们自上而下的方法 是一种思路 是一种方法 控制测试 其实去找证据 这种方法 以及控制测试 你看我把它画在 它们是一条线 看到吗 自上而下的方法 去 选取了你测试的控制 然后我去测试 这是一种 思路 运用在哪里 运用在这三个层面 这是刘老师 帮你来理解 本章 二十章 十节的内容 二十点一到二十点十 对不对 是的 好 那你再来看 你看刘老师 这个图有没有道理 第一个层面 就是内部控制 神级的概念 然后你做计划 然后你的思路和方法 是什么 是自上而下的方法 控制测试 然后你运用在哪里 运用在企业层面 业务层面和信息系统层面 然后你就找到了缺陷 是不是 找到缺陷了 你就评价它 是不是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不是 是一般缺陷 那我们说 没有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或者说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是零个 零个 听得懂吗 好 那我就说 内部控制有效 因为行程的结论是 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有效 对不对 好 那我出一个 无保留意见 好 大家看到这个图了吗 是不是很有意思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本道 好 所以二十章有十节的内容 第一 概念 第二 计划 第三 思路 它有什么秘密的武器 或者是手段 它的武器 第四呢 运用 第五呢 运用了以后 找到证据了 行程结论 发表一件出局报告 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 很有道理 二十章 第四节 叫测试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其实我们就是就找 重大缺陷 找到了 第八节 行程结论 第九节 第十节 出报告 对 好吧 这个就是第四节 下面 在下一讲 老师把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我们在下一讲 把自上而下的方法 第三个层面的 运用在第四个层面 自上而下的方法 去测试 企业层面 业务层面 信息系统 控制 对 下一讲 我们来看这三节的内容 好的 好 那这一讲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